欢迎收看113年6月3号的港都新闻 我是李凡飞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高雄轻轨C26和C27站附近 横向的人行道红砖破损突起 还有大量凹凸不平的现象 让人难以行走 当地里长指出 这就是C26站运辆掉车尾的原因之一 文化中心今年年中预计会有台中的KTV进驻 导致地方民意相当反弹 认为不止容易破坏安宁 附近本来就是易造势路段 到时候人车一多更麻烦 房仲业者统计 北高雄屋林较低但房价较高 而南高雄屋林较高但价钱较清明 古山区龙水里 因为有高雄美术馆与轻轨加持 成为古山区最高房价的领别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IG播放 泰勒斯的歌曲 赢得民众敲碗迎接小天后 不过高雄市议员陈美雅就指出 小港机场有根本上的腹地不足 还有宵禁的问题 种种限制之下 无法承接国际航班 陈美雅批评 市长营造的泰勒斯美梦 会不会就是场谎言 高雄演唱会一场接一场 市长陈其迈在IG播放泰勒斯歌曲 引得民众纷纷敲碗要小天后来高雄 高雄市议员陈美雅就在议会 咨询市长 小港机场无法开设国际航线 在给民众希望的同时 是不是得先解决小港机场困境 因为政府把这个高雄的小港机场 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区域性的 一个国际机场 所以变成说南部 或者是说世界各国的人 如果要来高雄的话 它变成没有办法直飞来到我们高雄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邀请 国际巨星 然后到高雄来办演唱会的话 结果却没有任何的 这些直飞的航班航点 那怎么有办法去把这个演唱会经济的 这个饼能够做大 真正的让我们高雄的这些产业 能够获得了相关的这些注意呢 日前大雨更传出小港机场多处漏水 却是摆水桶纸箱来接水 议员表示这样的维护方式 如何让小港机场影响国际 如果家里面的屋顶漏水 你会放任它漏水三年 完全不去处理吗 因为小港机场那个漏水 它是必须拿纸箱去接这个漏水 所以高雄市政府还有中央 对我们小港机场是非常的不尊重 也不重视高雄的硬体建设 陈梅亚表示小港机场有根本上的腹地不足 宵禁及侧风干扰等问题 规划新的小港机场才是接轨国际的根本指导 那这样子看来的话 目前小港机场因为宵禁 因为腹地的关系 势必是无法容纳的 所以如何找到一个更适合的一个点 然后重新来做规划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刻不容缓 马上必须要去做规划的一件事情 民众期望从小港机场直飞国外 或是迎来国际贵客 也许还有一段路要走 记者李嘉隆 吴佩山 高雄报道 高雄轻轨话题度很高 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加强 例如就有人行空间不够完善的问题存在 在高雄三明区的C26和C27站附近 横向的人行道红砖破损突起 还有大量凹凸不平的现象让人难以行走 当地里长更指出 这就是C26站运辆吊车尾的原因之一 走起来 我想实在我会去走外面的柏油路 就是跟车子在那边针道这样子 因为不晓得 今天变成走路是要看地上走路 不晓得到底哪边会去踩到 像今天还好 现在雨水 如果说雨一直下的话 你在踩红砖道的时候 它是会喷水出来的 有了轻轨让民众交通变得更加便捷 离轻轨较近的人行道 虽然都已经有整修 但在高雄市古山区的湾子里内 李明和里长都抱怨 和轻轨垂直的横向人行道破损情形严重 让附近居民都相当困扰 顶三街就是大顺路以北的部分 这一段的人行道 目前的状况就是坑坑巴巴 这边的使用者其实也是不少 那当然我们有看到现在如火如土的在进行大顺路沿线的人行道的改善 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其实比较多的使用者是来自于 就是轻轨横向的这些道路 就比如说本里的顶三街 本里的民族路 但这两条道路的人行道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堪用 对于一些残障弱势族群 或者是推着婴幼儿的爸爸或妈妈来讲 都是非常的不友善 附近的C26大顺民族站 运量也常面临掉车尾的现象 里长对此指出 这附近的人行空间崎岖颠簸 就是造成使用率低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我们的民族大顺站 是我们轻轨倒数五名内的使用率 那当然我觉得跟人行的空间有没有友善 我觉得当然也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可能那边的人行空间不好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尽可能避免去往那个方向去做搭乘 那我在这边也强烈的建议我们市政府也要把 横向的人行道 轻轨沿线的横向的人行道也要加紧做下一阶段的改善计划之一 让人本的交通可以更加的完善 人行道是民众日常生活都一定会使用的空间 将人行空间的舒适度提升 是公部门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未来这一段轻轨旁的横向人行空间 究竟是否会改善 还需要等待市府的整体规划 古山区的马卡道路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美术馆重画区 另一边却是四五十年的老旧透天错 古山区名墙里与美术馆重画区仅有一路之隔 里内的店家却需要负担高房租 没有获得重画区人口外溢的红利 里民更因为高房价 以及没有足够的公共设施而搬迁 里长期望市府可以重视区域的均衡发展 记者位在台铁美术馆马卡道路上 一条马路却是分了两样情 右边是高耸的高楼大厦 左边却是低矮平房 旧屋透天错已有四五十年屋林 与一路之隔就是二十楼起跳的美术馆特区 形成强烈对比 出你不成功比较少 这样啦 山上大家想想很冷静 我有一个感觉 位在古山区马卡道西侧的名墙里 历经九炉路桥拆除 美术馆重画区开发 本来期望重画区住户 能兴盛里内店家 没想到房租涨了 消费却没有进来 隔一条街就好了 隔一条街那么热闹 然后我们这边死气沉沉的 然后也没带动什么 然后做生意的人每天挨哄片 也每天在那边说 怎么生意做不下了 然后房租又那么贵 对不对 不止店家经营不下去 里长表示 里内没有里民活动中心 与停车位等公共设施 让居民不断出走 然后一般房子也涨价了 房子也涨价了 房子涨价 结果我们人都没有进来 人都没有进来 然后年轻人已经搬出去了 然后剩下我们这些老人在这边 我们这边旧部落是被遗忘的 况且我们这边停车位也都不够 停车位也不够 然后里民要停车的话 也要走得很远 也要到美术馆那边去租一个车位 这样子 为了协助发展内围地区 议员争取设置内围艺术中心 与大美术馆计划 但人潮无法流动 议员请市府重视区域平衡 那这个第一个交通停车不变 交通停车场的不足 那还有像道路的开辟 或者是说我们路面的重新铺设 这个让人家感觉到说 好像生活在民墙里被 没有被当成一等公民来对待 那所以我觉得市政府 必须要用更多的资源 去强化我们民墙里的 许多的公共的建设 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解决 民墙里的相关的问题 里长也没想到 景陵美术馆得负担高房租 还没有获得人潮红利 期盼透过市府重整 活络社区商业活动 为社区带来新希望 记者李嘉龙 吴佩珊 高雄报道 文化中心是公认的文教区 附近有明经的学区 也住了很多军工教的人员 不过今年年中 预计会有台中的KTV进驻 导致地方的民意是相当的反弹 认为不止容易吵闹破坏安宁 而且加上附近本来就是 易照式的路段 到时候人车一多 会更麻烦 希望可以多多与业者 还有局处沟通规划 大楼底下堆满建材 眼前这栋饭店正在改装成 四层楼的KTV 这里是高雄市西新区福建街 附近有文化中心 传统市场 明星国中国小学区 附近的里长们都认同 这里环境单纯属于公认的文教区 如今要盖起KTV 里长和李明都感到忧心 在唱歌的人大部分都会喝酒 喝我们这个地方是文教区 文教区一喝酒就有人会闹事 所以的话一定对治安的话 一定有产生一个很不良的影响 我就跟老板反映了 你隔音设备要做好 还有安全措施 你要把它规划好 另外该处KTV的入口 从宽阔的五幅一路 改到一旁比较狭小的福建街 大门口就在里长服务处的旁边 里长表示原本福建街十字路口 就已经是多事故路段 KTV进驻之后 也许车来车往又有计程车上下 或是停车问题 让居民烦恼之后 是不是又会更常发生事故 会造成福建街基民更恐慌更乱 所以当时我就要请杜发局 看他们申请变更是不是合法 还有没有做环境评估 后来不了了之 我又反应公务局 他们都没有回复我们怎么样 以后的话 我看福建街的交通事故 会一定是越来越多 停车位也没有听说怎么规划都没有 刚刚我们里面讲 你那个停车的问题 你一定要跟你办公处 一定要跟交通局来规划 要怎么把它疏通好 里长表示有业者愿意来开业 是乐见其成 业者也都是合法申请做经营 但也期盼开幕之后 如果造成居民困扰 能火同交通局或局处单位进行处理 避免人潮车潮聚集产生种种负面影响 既然王仲凯 李凡飞 高手报道 位在左营的西门遗址 从发现到现在开辟城公园已经有很多年 但是公园里面没有任何的设施还有公厕 只有一座凉亭 周边居民的使用度并不高 高雄市议员陈梅珍说明 西门遗址被发现后归文化部管辖 但是市府可以争取土地的使用权 继续加强建设火化公园 才不会让公园成为空地 诺大的公园平坦辽阔 没有任何邮聚或体建设施 仅有一座凉亭与遗址遮雨棚 西门遗址公园大到没有人来使用 一些什么古蹟就是城堡这样而已 就没有说什么会吸引人家 就是没一些运动器材 西门遗址原为眷村 民国103年眷村拆迁时 发现西门城门和城墙地下移构 后由高雄市政府公告纳入国定古蹟 距离开辟城公园已有多年 七空请的土地没有公测与任何休闲设施 里长期望活化土地 让公园欢迎民众前来 可以放一些吊杆 还是走路那种滑板机 还有仰卧起座那些 我们之前去屏东那个公园 它的特色很好 小孩的话坐着什么溜滑梯 都很有特色 是不是能够规划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人形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厕所的部分 如果尽快能够有规划 当然是最好 我想这个都是一些问题那文化局这边 甚至也回复到说好像我们这一块 应该算七点多公顷里面好像有保留一些 可能未来是不是有养工处 由公务局养工处这边来开发 它可能具备一些功能性 比如说可能亲子来的话可能有一些邮聚啊 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 西门遗址被列为国定古籍后 归文化部管理 高雄市议员陈梅娟认为真正的遗址值占部分 大部分还是闲置空间 呼吁市府争取使用加惠市民 很多的建设来自于大家共同的努力 市政府也不能一直说 那是军方的土地 然后又是文化部的监管就没有作为 所以我在议会咨询的时候一直要求 那市长也正式在议会回复我说 会的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设施在 有增设给社区来活化使用 可是问题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看到任何的进展 所以我们也在继续的持续的来push这些事 公园虽大若没有便利民众使用的设施 也只能沦为空地 感受不到政府任何美意 记者李嘉隆 佩山 高雄报道 高雄市的爱河畔即将诞生一座全新的客家文化公园 在高雄市长以及客委会主委的带领下 热闹举行了高雄市盘花公园开工动土典礼 公园的位置与客委会还有客家文物馆是相当接近 不仅可以成为市民的休闲去处 也可以成为客家文化的新基地 位在高雄市三明区的爱河旁 高雄市盘花公园开工动土典礼正式启动 这座公园让许多客家乡亲相当期待 能够成为以客家文化为基地的生态公园 盘花公园可以说是最具我们客家特色 最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爱河流域的一个设计 保留更多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个意涵 动土前也特地采用六对客家庄的盘花供奉方式 透过各种在地的传统花朵 向土地公祖先和神明祈祷 透过传统仪式祈求施工一切顺利 生理高雄年归幸福很幸福也很骄傲 基本上在盘花公园 客家客家已经不再是客家人的客家 这个是所有市民所有乡亲的客家 师傅也期盼这座盘花公园能提供在地居民 一个安全又便利的休闲空间 在公园里休息的过程 也能体验到高雄独特的客家文化特色 以及友善的观光环境 我们要创造一个低碳净灵的新公园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抓掉了很多原本的硬铺面 让雨水可以渗到我们地底下 我们多种了很多树 多了很多的植栽 让我们大地可以呼吸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我们用节能的灯具 整个去呼应我们这个净灵碳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师傅将以客家盘花精神为核心 搭配永续静灵的生态概念 广泛种植代表客家文化的植物 打造出具特色与活力的高雄市盘花公园 记者朱金伟州福庆高雄报导 前阵子捷运更名的议题沸沸扬扬 而高雄捷运西子湾站 终于在5月正名为哈马兴站 随之证明地方也希望市府可以有配套的游城 让游客深入了解哈马兴的历史与文化的意义 推动哈马兴地区的文史观光也推广在地的美食 高雄捷运西子湾站过去因名不服时而有更名声浪 现在终于正名为哈马兴站 随着捷运站的更名 在地里长也期望市府能协助推广在地文史观光 很多外地人都不知道哈马兴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那其实哈马兴在我们高雄其实是 以前是一个最繁荣的地方 金融重镇啊不管是渔业啊金融啊或是贸易 其实都集中在哈马兴这个地方 那借由这一次的战民的改变的话 我觉得让其他人进来的话看到哈马兴 他会想去了解说到底哈马兴以前是做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地的一些 比如说观光啊或是一些交通啊 或是一些其他一些附加的一些价值 我觉得都可以整体的提升 哈马兴有深厚的文石底蕴再加上捷运加持 里长期望借由观光活动或配套游城 带领游客了解在地文化 同时也能品尝美食 像我们这边滨海一路这边的滨店也是很有名啊 或是一些比如说万全的乐园啊 或是一些我们哈马兴的碗柜啊 其实这个在地在巷内的小吃 我觉得在此我也是希望说市府观光局 能够多给我们哈马兴一些活动啊 那让外地人进来了解一下哈马兴的文化历史 蔡金燕议员更表示 外地民众会应要前去西子湾赏景 而在此处出站 更适合做观光手册带领外地民众畅游全区 观光局的相关的手册的宣导 让大家更认识 什么是西子湾 什么是哈马兴这样 那我想这样的更名我们也认同 那也希望说后续的推动上 让大家能够更明白这两个 哈马兴跟西子湾的差别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 有什么好吃 有什么大家能够去看的地方 我想这才是接下来比较重要的工作 里长明代期望透过捷运站证明 激起游客对地方的好奇与关注 结合市府政策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记者李嘉隆 沐沛山高雄报道 根据房众业者统计 从高雄都会区的房屋成交价来看 北高雄屋龄较低但是房价比较高 而南高雄屋龄比较高但是价钱比较亲民 如果有大片的绿地加持 有机会再提高房价 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区域 就是古山区的龙水里 因为有高雄美术馆还有轻轨加持 成为古山区最高房价的礼别 大型机具进驻动手开挖 一旁的工人也忙着施工 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 前身却是高雄早期的著名地标 静英岛购物中心 曾经风光一时是不少高雄人的集体回忆 在歇业之后 台唐在2022年飙售 有两个建商集团 细手以约43亿元 买下旧址一半的土地 预计在今年底动土 总销量达320亿元 创下高雄有史以来的最大案 这一块是静英岛购物中心 也是高雄早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 那附近呢 景林的雅湾商圈 瑞隆商圈 以及五甲商圈 以经人来说是相当完善的 那走路就可以到捷运以及轻轨 附近离百货公司 圆柏跟孟时代 也都五分钟就会到 以附近目前生活周遭的新建案来说 基本上都是乘务居多 那价格也都落在四十几万 如果以未来 静英岛开发案正式销售 如果以当时候的时间点 有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静英岛歇业之后 便长期闲置无人管理 著名的地标顿时成为了社区死角 治安和卫生问题频频发生 让地方大围头疼 现在终于有大型建案进驻 不仅引起居民的高度关注 也期待此开发案 能够翻转地方带来繁荣 那时候旁边也有一个布鲁股 那静英岛它是基本上是购物中心 他们两个好像是从一个时间点落成 方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费了很大的心力 包含就房市登革了 然后因为会有一些不孝的人士 进去造成地方犯罪的一个困扰 然后相信这个整个改善之后 必然会对我们地方 宣起不一样的一个另类的一个繁荣 高雄人的集体回忆 静英岛已经彻底消失 紧接而来的是建设公司 超大规模的照正计划 地方也期待政府能够接力 整顿一旁的凯旋夜市 形成新的商业部落 让地方闲置地能华丽转身 还高雄人一个美丽的新记忆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根据房众业者统计 从高雄都会区的房屋成交价来看 北高雄屋龄较低 但是房价比较高 而南高雄屋龄比较高 但是价钱比较清明 如果有大片的绿地加持 有机会再提高房价 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区域 就是古山区的龙水里 因为有高雄美术馆 还有轻轨加持 成为古山区最高房价的礼别 年轻族群想买房成为有壳一族 首要考虑就是区域 房仲业者从高雄主要行政区 房屋成交状况来看 古山左营区房屋成交的 屋龄最年轻也最高 反观开发较早的区域 屋龄较大 成交金额也较低 这边的房价普遍 最多的成交量 都是介于在15到20年之间的 中古屋 那这个区间的中古屋 它的成交价都落在 大概38到42之间 那新城屋包括说现在的预售 跟新城屋线上的新城屋来说 平均的均价都已经很稳定 站在50以上 那为什么古山区这边 会比较高的点 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 就是第一个它上圈的成熟度 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个 重心转移从南移到北 那北部它的一个建设性来说 也比较多 那商圈密集度也比较强 所以说总统原因都导致 我们古山区这边的房价 会比较高 目前古山区最高价土地 是出现在龙水里 里长表示 里内有高雄美术馆 绿源道轻轨等绿地 及便捷交通加持 建案林立 里内人口不断增加 那现在在附加上呢 我们的绿源道的一个拓宽以后 经过这方面的一些公共设施进来以后 我们的内围艺术中心也完成了 那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美术馆有两所公立学校 一所私立学校 这个也是让我们居民认为 住在龙水里 他的孩子的就学 也是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学区 那现在我们的龙水里的人口数 已经高达到了三万四千多人口 相较于北高雄蛋黄区 想要陈加的小资族 可以选择乌龄较大的蛋白区 房价也相对便宜 像是林雅 前镇 三明 那这边主要的乌龄 它的主要的乌龄都落在20到30年 甚至是30到40都比较多 那这样的陈加价普遍都会落在30万以内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 如果说是在20年储用的 他们的均价大概落在30到35万 陈加是人人拥有的梦想 不同区域有不同行情 但最重要的是符不符合自己需求 记者李嘉隆 吴佩山高雄报道 高雄市配合中央 2050年净零碳排政策 全力推动多元节电 举办了校园还有社区的节电教育活动 今年度特别新增了商圈 还有其他的法人团体 邀请商圈社区参加节电参与式预算提案 经过专家评比以及网路票选 最高奖金也特别加码10万高达30万元 期待透过民间的参与 激荡出更具创意还有在地特色 来执行节电方案 校园内教室墙壁外挂着一面植物绿墙 不仅帮助植物成长 还能吸收阳光降温 这是福山里与学校合作 环保节能新巧思 还有还有公园内一处迷你小书箱 更是运用太阳能发电全国独创 这是我们福山里的迷你书箱 现在是第一个 这个是配合节能 所以我们有太阳能板 晚上可以去照明 这边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自由来取悦 这是高雄市福山里 参与去年市府节电活动得到第一名的成果 里长及社区志工也希望借比赛推广节电尝试 让福山里不仅是全国第一大里 更是环保节能的模范里 不只是示范里 也是一种荣幸 当然我们来配合所有的国家的政策 政府推动的政策 这个我们都很乐意 因为我们是全国最大里 有四万五千多人 所以说像学校的志工 或者是图书馆 或者是NGO的志工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进行相关的整合 以及培训 扩大去办理一些有趣的事物 让他们了解到 原来节电就是这么简单 高雄市配合中央净零碳排政策 全力推动多元节电 举办校园和社区的节电教育活动 致力于寻找具有地方特色的节电方案 今年特别新增商圈等法人团体 以及加码奖金 邀请商圈社区参加节电参与式预算提案 期待透过民间的参与 激党出更具创意和高雄在地特色执行节电方案 那我们今年的第一名 我们今年会则有选出14名的提案 那第一名的奖金高达30万元 那总奖金金额是80万 那希望民众能够踊跃提案 我们在五月份已经召开了三场的说明会 那说明提案计划 还有我们之前的推动的成效 那接下来我们会在6月7号在科工馆办的一场陪力工作坊 那会教导民众怎么样来去提 怎么样钻拟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提案的受理申请是在6月11号到7月10号 那有兴趣的民众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提案 那我们详情请大家参与高雄省店A咖脸书粉丝页 金发局表示除了开放法人社团均可报名参加之外 同时由专家与报名单位进行赔例工作坊 加强计划品质与成效提升公民社会的参与 让节电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近晚安大小姐的舞蹈 还有Energy的16吨都在社群网站上掀起了模仿的热潮 艺人唐从盛也拍了几段影片 为新的舞台剧做宣传 而该剧的编剧吴念珍主演唐从盛黄迪洋 特别难下到高雄做演出的预热 现场大谈对台铁的深刻记忆 唐从盛穿着球衣大跳晚安大小姐 又或是从台铁车厢往前一跃 跳起Energy最近最红的16吨 都是为了舞台剧做宣传 该剧编剧吴念珍主演唐从盛黄迪洋 也难下到高雄为文化中心的演出预热 为了配合吸引一些网络上的年轻主题 一个渔耀龙们翻滚出来之后 背景是火车然后就开始转一圈 就开始那个现在很红Energy那个16吨 音乐在放 那种那种 就跳着跳着四个警察就从两边走进来 就把我靠起来带走的 舞台剧叙述警察与爬手斗智斗勇 从高雄车站开始一路向北的爆笑故事 三位也大谈自己和台铁的渊源 我一定初中的时候 每天要走一小时到火车站 再坐四十分钟的火车 到学校这样子 所以第一小时 我都三天回溜了 我早上上课这一小时 晚上回去要走一个半小时 因为是爬坡 还是要他上 而高雄车站对主演唐从盛和黄迪洋 也别具意义 本身就是高雄人的黄迪洋 也说二十多年前的回忆中 小时候就在高雄车站附近补习 也在那边补习 然后其实反而对左营比较熟 因为左营高中是我高中 那高中以前都还是乖乖待在家 不会超过太远的距离 然后到了高中去左营高中 就会开始认识那边的环境 认识那边的眷村跟一些人情 连吃坛什么等等的 然后在这里面 戏里面也会提到很多 高雄很棒的观光景点 舞台剧睽違九年回归 场景设计和道具都升级 吴念珍除了是该剧的监制 编剧也特别尬一脚演出台铁站长 让唐从盛直呼吴念珍根本不计成本 我们九年前还没有 就是九年前没有预算做那个 拱的那个拱的那个架构 那个应该是钢架在乐台的 这次做了 对真的 那个会计师可能就是比较不在乎成本 下重本 然后就把那个做出来 应该比较已经蛮像的吧 因为我们以前坐的火车 火车是小站 不是很大的站 所以那个站长都很和气 好像跟谁都熟悉 对 而且他还甚至会跟他讲说 你没买票 就是逃票他都可以认出来 台铁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菜鸟警察 老江湖爬手 还有各种活灵活现的角色 也代表着台湾精彩的小人物 通过把车厢搬上舞台 让大家一起走进戏剧的人生 高雄市新闻局为了鼓励民众使用CH3公用频道 这次特别来到左营区的重石里 进行手机拍摄录制影片的课程 重石里里长也期待社区民众 可以学会用手机拍下个人生活的影像 还有记录社区的大小事 未来就有机会将影片放在公用频道里播出 公用频道是设在有线电视台的第三频道Channel 3 是属于所有市民的电视频道 只要影像作品符合公益性 译文性和社交性 都可以免费申请播出 来天课的重石里里 里长都跃跃欲试 当然可以啦 如果说我能会做 我当然也希望 打比方式去旅游 那就可以把它制作成 因为有看到朋友制作的 那我不会 那我今天也来学习 来推广 然后来让更多的这些市民们 更知道说 我们公共的电视这边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还是说自己本身也可以做一些 后置的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技能 技巧 我想这个非常好 不过要怎么用手机拍出好作品 讲师教民众先学会拍照的基本功 从拿手机的方式 让手机稳住对焦清楚 再从构图人物的角度和姿势 以及光线亮度等 一一学习 把每张照片 每段影片拍到最好 因为现在目前的手机 其实摄影技巧 已经不会输给一般的 大型的一个摄影机 也就是说 他们也可以人手一机 直接带出门 那当然他们在 在使用上面来讲 这个部分可能 有些人会对细节 比较不是那么清楚 可能就是拿起来就拍 那我们会希望能够 让他们拍出来的作品 是让他自己感觉到 自己都会满意的 所以说用手机拍照 有的时候看别人 那么从那个角度 那个时间点把它切入 整个的操作 我们是蛮羡慕的 因为我们LKK 就是手机还是不太行 那刚好朋友说有这个课 让我听了就很高兴 也很感谢你们能办 你们办这个 让我们就有学习的机会 接着老师再教民众运用免费的剪辑软体 将照片和影像串联起来 再加上配乐 字幕 配音 甚至音效 就成了一段还不错的影片 如果能够将影片内容 经过企划 成为具有可看性的节目 就能够放到 Channel 3公用频道 在电视上播出 当大明星 所以他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然后放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公用平台上面 让他们觉得自己就感觉很像是在电视上面 去展现这样子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内容 包括他所他所兴趣的一些活动等等 在我们社区里面事实上 我们都有办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技能技巧 尤其是在摄影方面 那也让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 属于公共事务上的一个资讯 能够了解 现在用手机也能够拍出好的影片 社区民众只要拿出手机 运用这些拍片和剪辑技巧 就能够制作出一段 进入个人和社区大小式的影片 通过申请就能够在Channel 3公用频道播出 让大家更认识你的社区 更了解高雄每个角落 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 托波申请表可上各家有线电视公司官网 或高雄市政府新闻局网站下载 您有听说过颂波疗愈吗 现代生活的压力如此巨大 透过颂波所敲击出的独特声波 竟然可以让大脑达到放松的效果 这样运用声音的频率还有振动 帮助身体疗愈的自然疗法 正在逐渐成为新的抒压风潮 独特的颂波音色在脑海中回荡 透过它独特的频率让大脑放松 好像一整天的压力都被释放了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颂波 会有这样疗愈人的能力呢 宋波呢在以前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村庄 OK它以前是拿来放食物的 但是宋波呢在近代 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疗愈的工具 就我们讲SIMBO唱歌的碗 OK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唱歌的碗是不是会发出声音 没错它就是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可是其实真正宋波在疗愈的过程当中 它除了声音以外 它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功效 就是波本身的振动 然后这个振动呢会让我们的气血 或者是让我们的血液啊 或者是我们身体的能量场 去做到一个替换跟流动 这个是它真正疗愈的作用 而不是单单只是好听而已 轻轻地盖上毛毯 安心地随着疗愈师的指令与步骤 放松身体 吸气 吐气 透过音波的共振 调整身心压力 舒缓精神紧张 进而释放压力 疗愈师说 这样优美沉稳的音色 能够和谐且快速地清除身心负能量 达到不可思议的抒压效果 身体不适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 我去按摩 可是按摩它会让你的身体感到舒服 舒畅没有错 但是我们在送播的时候 它是声音的震动是非常的深层 然后它会有点像 一直往下钻 一直往你身体内部去钻 那我们身体是会有分成什么 身心灵嘛 那当然身体 心灵 它会一直往里面去做处理 我今天我可能有一些比较 比较焦虑的事情 那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能量状态 那我们可能透过送播的震动 一直不停地 把它有点像剥洋葱的概念 拆拆拆 轻轻轻 然后这个状态你最终它会遇到的是会变成怎样 比较正向的情绪 对 所以这个负面情绪 当然就会慢慢地剥除剥离这样子 在身心疲惫 压力山大的生命低谷时 找不到何处可以宣洩释放吗 疗愈师和我们说 有许多民众在被送播疗愈过后 出现巨大的转变 有时候疗愈是双向的 那你自己愿意的时候 你当然就会想要走进来调整自己 好 那我有一个个案很可爱 它就是连续两年 持续每个月 疗愈两次 而且我都觉得我快颁全新奖给它了 然后到现在 因为它不停地在调整它自己 然后透过送播疗愈 然后一直来整理它自己的过程当中 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好 而且它甚至已经改变它的生命难途 看不见的声音 竟然也能为身体带来如此巨大的效果 身具疗愈功能的送播音疗 已经逐渐成为新兴的休闲健康型概念 记者朱经纬州府新高雄报导 想放松身心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吃吃吃 在高雄市前镇区建隆里内有一条美食街 而里长特别推荐的是旧前镇第一公有市场里面 平民同板架美食江浙葱油饼 Q那饼皮以及满到爆的馅料 CP值非常高 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赶上面皮铺上一把满满葱花 一勺还不够再来两三勺 直到面皮上都铺满葱花 才放置油锅煎炸 炸成金黄酥脆起锅 一切开满到爆的葱花香扑鼻而来 这样一份爆料葱油饼 竟然只要同板架就吃得到 还有还有煎好金黄饼皮 刷上独特酱汁 铺上厚厚蔬菜及番茄 或是加上自家炖煮香后牛肉片 一份爆料蔬菜卷饼 或是牛肉爆漿卷饼 同样都是同板架就吃得到 有来来建议里的时候 来跟我们煎熟一下 煎熟这个葱油饼 还有牛肉煎饼 酸辣汤 熟熟 还有品质 吃好 气味又吃好 这边以前都是一些老眷村 兵工厂的这些眷村子弟 所以呢 就干脆取江浙 比较涵盖大部分人的省级 自己滷的那个牛腱 牛肉卷饼 然后慢慢会有一些猪肉 鸡肉 或是比较年轻市场喜欢吃的 这份爆料蔥油饼 还藏着一件感人故事 由于家中独子出事不良于行 父亲为儿子将来生计 依然从旧前镇第一工友市场退出 转到现在地另起如照 也期待儿子能够顺利承受接棒 家里面是60年老店原家烧饼 那因为我小孩子车祸 受伤蛮严重 差点没命了 然后就救回来 但是因为腿断 在外求生不易 要上班不容易 所以我就下来开发这个葱油饼 然后帮助小孩子 创业 谋生 想吃爆料的爱心老爸葱油饼吗 来到建农里 花上铜板架 您就可以咬上一口 满嘴都是现的江浙幸福味乐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继续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续带您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多云石鹰 25到32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嘉义 英时多云短暂正雨 22到30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天气多云 21到29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妈祖 多云石鹰 20到29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及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李凡飞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凡飞 咦 我高中同学阿花传讯息给我的 快点看看 你们又要开同学会了吗 赖好友辅助认证 女儿啊 你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用 阿花说要帮她用这个认证 赖好友辅助认证 哪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诈骗啦 怎么可能 这个照片是阿花没有错啊 妈 赖才没有这个好友辅助认证 如果你傻傻点这个 就会被引导到诈骗网页 窃取你的个资和密码 害到更多的亲友呢 哈 这么可恶哦 可是现在这些诈骗太厉害 我真的是眼睛灰灰看不出来呢 妈 你可以上MyGoPad 或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网站查查看 不然就直接打 165反诈骗专线问清楚 这样就不会被骗啦 讯息连结不乱点 小心求证最安全 老爷啊 快来哦 这支露地咖真的是香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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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我让山高吃这个感觉好 你不错啦 隔壁阿春有说 吃这个不能够被年轻 还能够外占到大伙 感觉真的有样 基本上你们在外面会觉得 好像吃到猪脚会有一个Q弹的感觉 也是吃到胶原蛋白 但是脂肪含量也相对的大 肥胖疾病啦 或是说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洗肾啊 心血管疾病问题的一些病患 那就比较不建议去摄取 这样子猪脚这样的食物 好像是鱼肉豆腐蛋 这些都是良好的食物来源 你看 现在假消息太多 刚才没有确定的事